中原第一高手苍碧应约来到清水坛 接受扶桑第一高手柳生一剑的挑战 你就是柳生一剑 苍碧踏水而行弓向柳生一剑 逼得柳生一剑立马持剑反击 靠着巅峰的纯阳无极弓 以及大成的太极剑法 苍碧勉强接住柳生一剑十几招 随后便开始落入下风 被柳生一剑一脚踢飞了出去 看着急速袭来的柳生一剑 苍碧施展轻弓往前飞去 用出了一招回手套 竟是一剑刺中了柳生一剑 谁知柳生一剑金蝉脱鞘 真身猛地从水底飞出 用出了他的第二笔剑 初期不易刺入了苍碧的胸口 紧接着柳生一剑以腿玉剑 斩掉了苍碧的左臂 又从天而降披在苍碧的头上 苍碧双膝跪地彻底败下阵来 好剑法 你怎么知道我左右手剑气不一样 是苍松告诉我的 短时间能发现我武功的毛病 值得我佩服 但是知道并不等于能伤我 可是在中原 苍碧败在柳生一剑的手上 意味着整个中原武林 都被柳生一剑踩在了脚下 而苍碧似乎对此早有预料 他从怀里拿出了一个锦囊 要苍松交给华山派掌门出马 里面有对付柳生一剑的计划 苍松可否知道 掌门师生要怎么样对付柳生一剑 不择手段 我叫你失望啊 也许你把我看得太好 也可以说我掩饰得太好 这便是真实的武当掌门苍碧 为达墓地不择手段 而苍松接下来要走的路 将会与苍碧相差无几 随后苍碧叫来的所有武当弟子 宣布由苍松继任 第十代武当掌门 为免苍山和苍丘不服管教 苍碧又把太极八卦剑交给了苍松 苍碧交代完所有后事 终于均持不住驾鹤西去 三大掌门得知消息前来吊咽 他们也没有想到 就连苍碧也不是柳生一剑的对手 苍松见到除蟒到来 拿出了苍碧留下的锦囊 将锦囊交给了除蟒查看 除蟒得知苍碧的计划后 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起来 原来苍碧留下的竟是一条驱虎吞狼的毒计 他要利用魔教第一高手燕北飞 代替中原武林打败柳生一剑 保住中原武林的颜面 而计划要顺利进行 则是必须得到除蟒的配合 十年前魔教被正派联手索灭 燕北飞遭到了27名顶尖高手的围杀 然而这些顶尖高手 没有一人能接住燕北飞五招 反倒被燕北飞一一反杀 也就是在这一战 燕北飞遇见了除蟒的女儿楚心如 对楚心如可谓是一见钟情 在命运的安排下 楚心如最心爱的师兄 竟在危急时刻用楚心如做挡箭牌 替自己争取时间逃之夭夭 燕北飞照顾着受伤的楚心如 成功俘获了楚心如的芳心 最后隐居在了天山雪里 楚蟒与燕北飞势不两立 因此与楚心如断绝了妇女关系 现在要她去请燕北飞出山 简直比杀了她还要难受 我们也知道此事对你来说是很为难 可是为了中原武林 华山也有华山的尊严 我是堂堂华山派的掌门 我绝不会做这么丢人的事 楚蟒端着面子不肯一记行事 奈何柳生一剑一旦离开中原 整个中原武林将会颜面无存 楚蟒也不得不大局为重 随后四大掌门找到柳生一剑 刻意让华山派掌门楚蟒出手 假装向柳生一剑发起挑战 凭你们能留住我吗 柳生一剑 太过分了 楚蟒故意露出胸口的剑痕 引起柳生一剑的兴趣 柳生一剑果然中计 询问起剑痕的来历 有这种剑气 到底是谁 是燕北飞 燕北飞 还有多少招引命 两招好对手 他现在在哪 天山雪岭 天山雪岭